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说有区别 是有区别 总的区别是什么呢 经是突然爆发的 不预知的 没有预先知道 这种刺激常常是出现经 而恐呢是预知 就知道将来的事情要如何 下回又该怎么样 恐惧 所以惊恐啊 是有这样一个区别 从分类上是有这样的区别 但是在临床上呢 有时候惊恐啊 惊吓得也出现恐的症状 他也伤身 惊不但是伤心 惊得心无所依 身无所规律 无所定 不但是惊他有时候 也是没有预知突然惊吓得 他也伤了肾了 所以说从理论上划分是不同 惊与恐不一样 但是在临床上有的时候是可以同时 同时看到相类似的症状 或者乃至有相同的症状 惊也可以受到恐的症状 恐也可以受到惊的症状 也可以出现惊的症状 这是关于惊与恐啊 分预知和不预知 预先知道与不知道的区别 下面谈七情治病的这个 重要的这个问题 教材的林郑指要说 七情治病 七情治病 治重理器 治疗七情治病呢 重在于理器调神的问题 这方面的东西啊 内经上记载很多 后世医学家们的遗案 这论述也不少 就是有很多的病啊 要通过这个 这个这个调治 调神调理器机来治疗 他是强调了这个问题啊 教材上呢 还引了一个原来人家的病例 是说用针刺的方法 来治疗 情治抑郁 那不是一位姓张的女士 28岁 因为情治抑郁 经常胸门不舒 头痛 偷晕 今天与其丈夫发生口角 突然晕倒 不省人事 四肢觉冷 那不也是觉 目的行气觉 这是那种轻症 看来像所谓疫令 口径全握 呼吸急促 即给予 纸窃 扔中 拿纸压的 扔中 然后呢 按压这个肘窝腿弯 然后缩醒 醒后 哭屁不休 少时又突然抽搐 口径不开 呼吸急促 脉沉悬 那就给他用礼器的方法 用疏干礼器的方法 加上开窍醒神 真似人中四观 当然是 真似人中四观 真似内观 都可以治愈 那一治了之后 那么这个这样的人呢 以后还犯不犯 以后可能还犯 再遇到一个强烈的刺激 他还犯 所以这个是个情绪 引起的疾病 当然他本身呢 也首先有这个正气的不足 气血不足 再遇到这个情绪的刺激 他就出这类的病了 这个闲谈的时候呢 也有的 有的 同学们问呢 说他见到病人呢 是由于情绪引起的 导致的小便失禁 怎么治 由于情绪引起的小便之失禁 具体病例 可是我还真 真没有留意治过这个病例 没有 由于情治 情绪引起的 但是我想 由于情绪引起的小便不禁 那应该调解 调治情绪 治药应该 治疗也应该用 离器的方法 同时我在这里治疗呢 这样的不是一例了 就最近就治了两例 什么病人呢 两类 两例都是妇女 一位是三十多岁的妇女 也有若干年了 稍微有点精神紧张啊 就特别是夜里啊 就没有次数的要 要要要解小便 他说我要旅游去 有一次跟人一个屋子住 一夜出去二十多便 人家说你怎么睡觉啊 即使在家里头 一夜也得来的十几遍 二十遍 其实也影响了别人睡觉 他说我都治疗有好几年了 到处找医生治 当然没有说 一直就治几年不停 但是今天不行了 就找这个医生治治 明天不行 又到那里去治治 他说从来没有好过 这个病因很清楚 稍微有点紧张 他还是紧张 尽管旅游去 没有必要紧张 玩起来还紧张吗 他毕竟还换个环境 跟那个旅游的朋友们 一起住在一个房间 几个人 可能有这种情况 所以呢 他就出现了夜尿多少遍 不是河水多 当然喝水多也喝了就尿 他说我喝了马上就得去 其实这个方子 我开的很简单 就开的是消遥伞 开了几副药 后来他告诉我 吃衣服就好了 这是疏干礼器吗 消遥伞也是疏干礼器 当然还疏干礼器 还加有礼器呢 总之是疏疏干了 我还有这背母苦身 因为这位中年女士啊 这个舌指很红 有湿热的现象 既有阴虚又湿热现象 代价偏多 尽管当归背母苦身完 是治小便难的 小便不通畅的 但这个呢 不断的排 他也是属于小便的问题 再加上病有湿热的现象 所以病肌是相同的 因此也加了背母苦身了 那不就有当归背母苦身完了吗 消散里头本身有当归呀 治疗这个因血虚而有湿热呀 吃衣服药就就就就就就没问题 过些日子大概过有个半月 又来找我了 为什么 昨天跟她丈夫吵一架 这好跟她丈夫吵一架完了 好了 夜里就没变数了 又又没变数了 拍小便 再找我治 再找我治 我还可以消散 他说以后怎么办 我以后你不要老生气了吗 这个说法 看来医生是随便说 其实我这也有一种心理暗示 放松一些 没问题了 自然就会好 你要说这个好不了了 我跟吃什么都好不了了 我告诉你 吃消散也受影响 也不见得就效果那么好了 所以医生呢 有一种暗示在里头 也是必要的 心理治疗也是治疗 再加上我们书干理气药 确实能够治疗这类的病 或者说以后没有机会老吃汤药的话 你干脆就买点家味逍遥 不合适就吃吃 这是我的建议 但是确实吃肠药就好了 这是伊丽 是个北京的妇女 前几天呢 还有一位从内蒙来的一位74岁的老太太 哎呀 老太太当然还有这个骨骨头骨折 后来这个不正常的愈合 就是甲关节形成 瘸得无所谓 又难受啊 疲乏的很啊 食欲也不好 这个走路就很不方便了 虽然他腿疼 但是稀释能走 但因为自己觉得病重 那就走不了 进到诊室来是 是他那个外甥女婿 背着他进来的 很重要一个症状是什么呢 找问来问去 说是有肾炎的 这个我这个腰疼啊 然后呢 过去又血压高吧 其实有时候高有时低 夜里啊 要尿七八遍 你说腿脚也不方便 这太难了 摸摸看看腿呢 也不肿 看化验单呢 也不是肾炎 可能年轻的时候 有过肾余肾炎 其实又给他 老太太开的下了伞 一个礼拜吃回来之后 下次来 除了过自己走进来了 腿疼是 那个甲关节形成了 我是没有办法 再给他恢复正常去 但是这个症状 夜里还尿不尿 尿一次 夜里小便一次 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不算的不正常了 其他的一切感觉 都比较不错了 他原来腰疼什么的 我在消散里头 也加点杜仲啊 毒活呀 这类的药 自己储着过来了 第二次还是 这类的方子 再调一调吧 哪还有不舒服啊 脖梗子不舒服 下偏高 加点葛根吧 就这类的调 轻轻轻轻的调一调 第三次来就比较好了 当然还得储着过 告诉我要走了 要回内蒙去了 没问题了 说肾炎 说这个王大夫确准了 说不是肾炎 心里也轻松了 家里也高兴了 这个老太太 也是跟情绪有关系 儿子一吵一闹 老头子一吵一闹 她病就加重 那么给她解释解释 说一说 告诉她 你没有肾炎 情绪也放松一点 再吃些蔬干 离气的药 她这种也解决了 所以啊 这个临床 临床 临床 临床只要上说啊 重在于理气调神啊 那可不是吗 临床上这类的现象很多的 不要说人家小便不利啊 就就一个劲利小便 说这个尿不 尿次数太平了 就一个劲的益肾 那不见得是吗 不见得非得都去益肾啊 根据病情 益肾不反对 恐伤肾的那种小便 贫可以益肾 这个理论 那个林郑只要 下面还有提到一个 以情相胜问题 以情相胜问题 我们不是在 阴阳阴阳大论里头 讲过吗 说喜伤心恐胜喜 怒伤肝悲胜怒 不等等的 其情所伤 用其相胜的情质 来制约他 这个是 是一个方法 但是以情质 相制约的方法呢 倒也不完全 都是用相克的方法 你比如有的人 那个受了恐惧了 那你要相制约的方法 就让他撕 撕胜孔 吐喝水吗 也不见得 他恐惧了 你让他平静平静也可以 精者平直 让他平静下来 以情相胜呢 不要完全拘泥于 就是得五行生克 这种关系去治疗 你看哈 咱们这个教材上呢 又引了一个 古今一案案 七情私 这样一个病例 说是一女新嫁后 一个姑娘新结婚了 嫁人了 妻夫经商 二年不归 新婚不久 丈夫就出去经商 二年不归 因而不食 这个这个姑 这个女 这个这个年轻的妻子啊 就不食不吃饭了 不能进食 困窝如痴啊 哎 好像痴呆了一样 无他病 多向礼床坐 面向礼 面向礼坐卧 那么 面向礼坐一般都属于阴 都属于癫 不是狂 比较安静 比较安静 面向礼吧 单膝枕之 朱单膝一案 甘脉悬除寸口 那是甘脉 甘脉旺 此 思男子不得 气皆于痞 哎 因为他刚结婚 丈夫就出去了吗 思男子不得 气皆于痞 药毒难治啊 单独用药 不好治 可得喜可解 让他高兴一下 可能就 病情就可以解除了 不然令其怒 因为怒胜思嘛 思念丈夫得的病 令其怒 怒胜思 木刻土 说皮主思 过思 这脾气皆 而不实 思的伤脾吗 思的气皆吗 上面讲了 怒属甘木 木能刻土 木的甘气生发 而冲开脾气 冲开脾气之劫 其父 掌其面 那就想办法激怒他呀 他丈夫就打他脸上 一嘴巴 磕作之 然后就责怪他 豪气 大怒 这样的话呢 就是他爸爸打他 大概这姑娘平时也没 没挨过他爸爸打 不但挨着打 还还来训斥 所以豪气 大怒 至三十许 然后那个相当长 一段时间啊 哭了几个 几个三个时辰 然后呢 再招人劝解一下 他哭了一阵了 发怒一阵子 然后再劝解他 令未解之 与药一服 让他吃一次药 然后呢 哭完了 劝解完了 哎 发怒完了 再给吃次药 然后就锁周十一 就想饭之了 朱月 朱丹西说 丝 丝气 随解 必得喜 术不再接 虽然这临时是解除了这个丝了 气接了 但是还得再解决才行 不然的话 他还可以再接 因为这类的病 就如同上边我所说 那个疫病似的 你给他扎几针 他好了 下次遇到情况 他还会犯呢 所以朱丹西说 私戏 随解 必得喜 恕不再接 于是乎 乃 乍以欺负 有书 乍称 他丈夫来信了 说是 旦夕 切归啊 不有就要回来了 也愈巧了 后三月 夫 果归 而愈 过了三月 他丈夫果然也回来了 这就病狱了 你看吧 一是要以情相胜 二是要吃点药 三 还得要解除那个疾病的原因 对吧 不然的话呢 他还会再犯呢 所以 这个 这个 就是乍以欺负 有书 可以乍一时 不能乍久了 幸好三月之后 丈夫回来了 这样的话呢 引起那疾病的原因 也去除了 所以在临床上呢 治疗这类病 那么既要有心理的治疗 又要有药物的治疗 还得尽量的解除 或者是转移 病人那个思想 有的是解除不了 他就思念那男子 那男子要就不爱他了 这能解除得了吗 但是你可以用别的办法转移他了 不然的话 他总是在那里病啊 那当然 看来这位女子 这个跟丈夫关系 非常的恩爱了 倒也是好事 不过成了病了 那倒不是好事了 所以 既要治疗 又要解除病因 消除那原来治病的原因 或者使病人思想转移 既然那原因不可能消除的 你也要转移他 别让他老想这件事 这是临床我们必须做的 这是这一篇的 林郑只要啊 在临床上 确实是 这些个情况是很常见的 而且 这个作为中医大夫 尤其应该重视这个问题 也不是西医不重视 现在西医也有新 人家特有这个叫做 心理咨询门诊嘛 心理咨询也包括这方面的工作 这篇我们就讲完了 下面讲第四节 145页 第四节是从数问的调经论 节选来的 这个篇名调就是调畅 经就是经脉 因为经脉者 决死生除百病 所以很多疾病 要通过调畅经脉来治疗 本篇呢 是很大的一篇论文 我们在这里呢 他主要节选的是病肌的部分 但是呢 他都是采取的 主要是采取调畅经脉 针刺这些方法治疗的 所以篇名叫调经论 这个145页 这个第一段 我先读一下 皇帝问曰 于文赐法言 有余谢之不足补之 何谓有余何谓不足 齐博对曰 有余有武 不足义有武 地域何问 地域愿尽文之 齐博曰 神有余有不足 神有余有不足 气有余有不足 血有余有不足 行有余有不足 智有余有不足 凡此实者 其气不等也 地域 人有精气今夜 四之九窍 五脏十六步 三百六十五解 乃生百病 百病之生 皆有虚实 尽夫子乃言 有余有武 不足义有武 何以生之乎 齐博曰 皆生于五脏也 赴心藏神 肺藏气 肝藏血 脾藏肉 肾藏志 而此成行 志一通 内敛骨髓 而成身行五脏 五脏之道 接触于精髓 以行血气 血气不合 百病乃变化而生 事故守精髓炎 那么这一段呢 可以要想命而提的话 其实就讲的 有余不足 及其调制的问题 有余不足 及其调制的原则 原则是什么 最后一句话 守精髓 有余不足之正 及其调制原则 赐法 欲文赐法言 教材有注释 是指着古代 有关针刺的古籍 文献 古代有关针刺的文献 古代针刺文献讲 有余卸之 不足补之 这是最基本的道理 但是问 何为有余 何为不足 什么叫做有余 什么叫做不足呢 或者说都有什么不足 都有哪些有余呢 何为不足 何为有余 哪种情况有余 哪些情况不足 那么齐博回答说 有余有武 不足补有武 可以分成五类 有余有武类 不足有武类 地域何问呢 你想问哪个 好 皇帝回答说 愿进文之 我都想听听 有余不足 有余有武 不足有武 我都想听一听 哪五个有余 哪五个不足 那现在下面就看呢 有余不足的问题 什么有余什么不足啊 神有余有不足 气有余有不足 血有余有不足 行有余有不足 智有余有不足 神气血行智 其实又是说的 心肺肝脾肾肾 又说的是这五脏 就是五脏有余有不足 懂得来说 可以这么说 因为心肠神 肺肠气 肝肠血 皮煮肉 煮形体 肾肠脂麻 说凡此十者 五脏各有虚实 可不就是十个了吗 说凡此十者 其气不等也 当然是吧 这十个脏气 它们虚实是各不相同的 尽管都是十 心之时和肝之时也不一样 第二 人有精气 金叶四肢酒窍 五脏十二节三 五脏十二十六目 三百六十五节 人可不是 不是单纯五脏问题 人有很多呀 比如精气 金叶 还有四肢酒窍 人还可以 按这个形体的部位划分 还可以有十六部 有五脏之外 还有十六部 这十六部啊 说法不一 咱们教材有注释 有的说十六部 是十六部经脉 那个黄帝列经研究大成 说十六部 是指着这十六部 毛皮乐经 凑肉脉筋骨上下 内外左右中 这十六部 这是我的观点 因为我查了 古人的注释 金人的论文 各有各同的 不同的说法 我是根据本篇 所说的内容 来 本篇讨论了 这些问题 一会我们在 在读的时候 可以看到 就讨论了 这个十六部里边的病 病在皮 病在毛 病在筋 病在骨 等等等等 讨论了这样的部位问题 啊 总之啊 十六部是说的是部位 不同的部位 人有五脏 有十六部 还有三百六十五解 就是三百六十五个书穴 解之交 解跟解相互交接的地方 那就是书穴 就神器幽形出入之处 这叫三百六十五解 三百六十五血 三百六十五书 之所以三百六十五 是天人相应 天有三百六十五日 人有三百六十五解 不是指人有三百六十五个骨结 不是这个骨结 不要把解剖学上的骨结和这对 因为解剖学上的骨结 确实不三百六十五 所以当初啊 这当初太久了 当初这个西医大夫 没学中医的时候 一听说中医 有说三百六十五解 就嘲笑 人你们中医 连都是骨结都不知道 我们说的不是骨结 说三百六十五个书穴 不要嘲笑 不要不懂得书穴 嘲笑书穴是不行的 我们自己也要弄清楚 这解就是书穴 人有这样一些的组织成分 有这样一些组织结构 才能够生百病 有了形脂才有百病而生 人也有这个形体 才有产生了百病 但是百病之生皆有虚实 百病那就很多很多的病了 都有虚实 那么金夫子先生 夫子是先生了 先生您为什么说 那么只有五呢 或者说只说有余有五 不足有五呢 百病之生都有虚实 那有百个虚实 百个虚百个实 很多虚很多实 先生为什么说有余有五个 不足有五个呢 这有五或者五实 或者有五我就虚 何以生之乎 他们怎么产生的呢 有余是怎么生的 不足是怎么产生的呢 那么奇博回答说呀 是皆生于五脏 都生于五脏吗 所以说是有五 不管气血 尽业 还是形体 官窍 他都属于五脏 百病之生 百病都可以归属到五脏去 所以每一脏各有虚实 因此五 有余有五 不足有五了 所以叫皆生于五脏也 抚心藏神 肺藏气 肝藏血 脾藏肉 肾藏智 这是我们一直在讲的 五脏所藏吗 而此成形 而此成形几个字 教材有注释 怀疑是眼门 智一通 内联骨髓 而成神性五脏 智一通畅 内联骨髓 那就是说 神和行兼备 智一是说的神 精神 内联骨髓 是说的行 神行兼备 而且神行相一 相统一 而成神行五脏 这才能够形成 神行形成五脏 这才是个健康的人 是个完全的人 你机械的 就不是说机械说 你具体说 智一通 它也是指的五神 神魂破一智 内联骨髓 给骨髓 也是指的行体 所谓五体 筋骨脉鸡皮 其实就是指的神 和行 神行兼备 人体就健康了 所以而形成 而成身行五脏 身行五脏 肩背 这就是一个健康的 完全的人 五脏之道 皆出于精髓 五脏的神气之道 五脏之气的出入之道 皆出于精髓 那都是和精髓相通 因为精髓 精髓就是精脉 水是深层的嘛 深层的叫水道嘛 精髓呢 就是精脉 五脏神气之道 都是通过精髓 相互联系 接触于精髓 以行血气 那是精髓行血气 没有问题啊 精髓就是精脉嘛 以行血气 如果是血气不合 乃病 百病 乃变化而生啊 精髓不通畅 血气不合了 就可以产生百病 百病 也是通过精髓 联系到五脏的 所以病 虽然是百病 最后还可以 化归到五脏里去 事故守精髓 所以呀 应该守是守护 守护着精髓 不要让它紊乱 保持精髓的通畅 那么人呢 就可以不受百病的干扰 所以这一段呢 首先是说 用五脏来概括 很多全身的百病 用虚实来分析 百病的性质 有虚有实 理论 理论的这个阐释问题 也就提出来 精恶的作用 及其守精髓的意义问题 这个应该是自学了 下面我们翻过页来 看146页 第二段 第二段是讲什么呢 是讲神气血行制 神气血行制 有余不足之病 及其调治法 怎么调治 这就比较具体了 不是上班所说的守经髓 那就是大的原则 这样就相对比较具体的调治了 所以神气血行制 有余不足之病 即调治法 我来读一遍 毕曰 神有余不足 何如 他首先说的神嘛 这一大段分成五段嘛 神气血行制嘛 先说神有余不足 何如 齐博曰 神有余不足 则孝不休 神不足则悲 血气胃病 骨脏安定 携客于行 洒气起于毫毛 未入于惊乐也 故命曰神之威 帝曰 补谢奈何 齐博曰 神有余 则泄其小乐之雪 出雪 物之身斥 无中其大惊 神气乃平 神不足者 是其虚乐 按而治之 刺而立之 无处其许 无懈其气 以痛其精 神气乃平 帝曰 此微奈何 齐博曰 按摩物事 助阵物斥 一气于不足 神气乃得负 这是关于神有余不足的症状 以及治疗 下面 帝曰 善 有余不足 奈何 根据上下文艺 这个应该是拖一个弃字 也就是弃有余不足 奈何 但原文是这样啊 要从教堪角度考虑 这应该是有拖一个弃字 弃有余不足 奈何 齐博曰 气有余 则喘磕上气 不足 则吸力少气 血气胃病 五脏安定 皮肤微病 命曰 白气 威胁 帝曰 补蟹奈何 齐博曰 气有余 则泻其精髓 无伤其精 无出其血 无泄其气 不足 则补其精髓 无出其气 地约 此为奈何 齐博曰 按摩物事 出真事之曰 我将生之 世人彼歌 精气自服 邪气散乱 无所修喜 气泻奏理 真气乃相得 地约善 血有余不足奈何 齐博曰 血有余则怒 不足则恐 血气味病 五脏安定 孙乐水意 则经有流血 地约 不谢奈何 齐博曰 血有余 则泻其圣经 出其血 不足则 誓其虚经 内真其脉中 久留而逝 脉大 祭出其真 无令血泻 地约 刺流血奈何 齐博曰 誓其血乐 刺出其血 无令恶血 得入于精 以称其计 地约善 行有余不足奈何 齐博曰 行有余则辅负责 经手不利 不足则四肢不用 血气味病 五脏安定 肌肉如动 命月微风 地约不谢奈何 齐博曰 行有余则泻其阳经 不足则补其阳乐 地约 刺微奈何 齐博曰 取分肉间 无重其精 无伤其乐 为其得富 邪气乃所 地约善 至有余不足奈何 齐博曰 至有余则辅胜泻 不足则绝 血气味病 五脏安定 骨节有动 地约不谢奈何 齐博曰 至有余则泻染经 学者 不足则补其 腐留 地约此味病 奈何 齐博曰 既取之 无重其精 邪所 乃能力虚 神气血行至 有余不足 主要的表现 还有一些调制的方法 下面我们串讲 第一个自然段 神有余不足 神有余不足 前面我说了 就是指的心 有余不足 心的虚实 由于心藏神 所以叫神有余不足 由于心藏神 所以神有余 在孝不休 心在治 心在生为孝 在治为喜 所以邪气有余 就叫喜笑不休 出现神的症状 是这样 这个病人要是喜笑不休 可是有事没事 笑也挺可怕的 作为病人来说 那就是一种神志 神志时常的现象 要是不是病人 他喜笑不休 你要留心了 他说不定有什么坏点子了 心神也出现坏主意了 神不足的悲 实的笑不休 虚的悲 悲本来是肺之治 心火不足 费筋反悟 也是出现悲的现象 实则喜不自胜 嬉笑不休 悲的悲不自胜 哭泣不止 有那病人 有原因没原因 那就哭 其实多半是 心血不足 盈血不能养心神 那不是金贵药略 有一个甘麦大早汤 至妇人无故自悲伤 妇女多见一些 男人也不是没有 所以叫妇人无故 无故就没什么原因的 自己悲伤 就要哭泣了 血气胃病 血气胃病呢 就是说还是正常状态 病是合并 是偏具 血气偏具 这叫血气病 血病于气 或者气病于血 或者血气相病 这都是说一种 不正常的状态 胃病呢 那么血还是血气 还是气 能够顺畅的运行 所以说股脏安定 血气胃病 就五脏安定 当邪克于行 这个时候 血气也可以侵犯人体 但是相对来说 病情轻微 撒气起欲毫毛 撒气雾寒的样子 好像有个冷水 像背上撒一下 发凉 有点雾寒的样子 起欲毫毛 就是说病情胃 病情潜表 病情潜在 未入于经过 那么这些个 这个时候呢 还在于毫毛皮表 还没入于经过呢 那说明病情很轻 顾名曰神之危呀 虽然是神之病 但是病情比较轻微 所以叫命曰神之危 必要补屑呢 和 怎么样治疗这种病呢 那么说神有余 则泄其小乐 因为病情还轻微呢 所以神如果是有余之病的话 就泄其小乐 出其血 针刺小乐脉 让落脉出泄血 但是呢 由于病情未深呢 所以物质是身赤 不要在身赤 赤是开脱 扩大 不要往身里刺 然后再摇针 是一针孔 摇大 所以物质深赤 不要深赤了 因为病情浅 只要刺其孙乐 浅了的乐脉出点血 就是了 无重其大精啊 更不要 更不要刺中其大的精脉 刺血乐都不能深赤 更不要刺中其大的精脉 这样的话呢 神气就可以平复了 因为病情比较轻 这是有余 不足的呢 要视其虚乐 看看他的这个经脉所过的部位 乐脉比较虚 不明显 虚乐 就线下 经乐线下的地方 要按而置之 要用按摩的方法 揉按的方法 使他的气血充实起来 到达于这个地方 到达于新的经脉 所以按二治治 治者使之治嘛 使什么治 使气血到达于这个部位 乐脉虚的部位 因爲他病虚 是属于虚症吗 所以要按二治治 用按摩的方法 使气血到达于虚了这个部位 到达了之后 再次而立之 那么再用针刺方法 使它通肠 当然要无除气血 无泄气气 因为它是虚症 只要使气血到达这部位 然后针刺让它再通肠开 这个病就算好了 不要用 不要泄 因为它是虚症 所以不要泄 那么通肠开 所以叫以通其精嘛 神气乃平 用刺而立之 所以就通其精 立就通立嘛 第一 刺微那何呀 那刺的轻微的病呢 神气的轻微的病怎么治啊 神之微呀 齐伯说要按摩物事 要用按摩的方法 不要松手 这是说针刺的技术 这是说针刺的技术 要在针刺这部位上啊 用手按摩 不要松手 就按摩物事 助针勿赤 助就拿着了 拿着针呢 不要赤啊 赤就扩大 不要去摇针 不要把针孔摇大 所以 针刺 不要摇大针孔 因为病情很轻微啊 不用大身刺 不用大摇 移气于不足 这样的话呢 就使得气血啊 转移到不足的地方 转移到它虚的地方 什么地方 就是我们针刺按摩那个地方 使气血转移到这里 移气于不足 神气乃得负 那话呢 神之微啊 神气就可以恢复了 这是关于神的有余不足 真刺 主要表现即真刺 下面那个第二个自然段呢 是说气有余不足奈何 刚才我说了 这里应该是拖一个气字 气有余不足 实际上说的 肺气有余不足 肺主气 肺的邪气有余 邪气时 就可以出现喘磕上气 肺不能宣降 因此有喘磕 有喘有咳嗽 上气其实也是喘气 气喘不能速降 不足的吸力少气 肺气吸的时候 就气少 少气不足语言 说话的就是没有 但是我们还记得 本神篇讲的时候 气不足的鼻塞少气 在讲那个时候 我也谈到 调经论有关的记载 说不足的吸力少气 吸力就是呼吸还通畅 鼻子气通畅 但是呢 没有力气很少 说话气都没有 血气胃病 五脏安定啊 同样是正常的状态 五脏安定的状态 那么如果是受到轻微的外邪 皮肤微病 因为气血胃病嘛 所以外邪侵入也不可能严重啊 所以皮肤微病 这命约白气威胁 这种病啊 把它叫做白气威胁 因为肺主金气色白 肺气威胁 所以叫白气威胁 地月补蟹奈何呢 这种气的有余不足 怎么治啊 说气有余 则泄其精髓 但是泄其精髓 气有余 虽然要泄其精髓 有余则泄没问题 但是要注意无伤其精 这个无者物也 就不要的意思 前面无除其血 无泄其气也是 无者物也 就是不要 不要除其 不要除血 不要伤其精脉 还不要使其气泄 尽管是有余 也不要使其气泄 不要使什么气泄 根据马食的柱 说不要使银气泄 就无泄其银气 无泄其银 那么无泄其银啊 根据马食的注释的意思啊 这无泄其气是无泄其银 是不是可以泄味 根据马食上下的注解来看 好像他认为可以泄味 胃气还可以泄 因为是实证嘛 轻微的泄一泄 我在讲这个蓄论的开头的时候 曾经提过 那么对于灵书的注释 对于内经的这个这个 经过针灸方面的注释 马食的注释是很好的 我记得我提过 所以我想 马食当初可能是精通针灸之术 因此根据他的注呢 无泄其气是无泄其银气 因为病情比较微 不足对虚症 要补其精髓 无出其气 虚症当然要补出其气了 无出其气是什么呢 不要使其气出 那就是说 不要使盈气出 也不要使胃气出 根据马食是这么注的 随为气亦不可谢焉 马食在注这个 这个 不足 做补其精髓 无出其气 无出其气这句话 他说随为气亦不可谢焉 马食注说随为气亦不可谢焉 所以 我解释前上一句 说是实证无泄其气的时候 那么我推测是说 无泄其银气 可能是可以谢卫气 所以到虚症时候 无泄其气 卫气都不要谢了 实证的时候 无泄其银气 虚症的时候连卫气都不要谢了 那意思实证的时候 胃气还可以威胁一下 第一次微乃何呀 刺了这种病的轻微的时候 怎么样呢 应该怎么样真刺啊 这个病在一气 病情很轻微 甚至于这个病人 拿自己这个病也不当一回事 他根本很随便 这种时候 怎么治啊 病本来是不重 但是他确实有病 那你要不治 他病可以从浅入身 这个病人自己又不够重视 所以他的精神很不济重 找你随便看看得了 你勾点钥匙 勾扎一身 我就走了 这种现象临床 现在也有啊 你这个时候 针刺效果不好的 尽管病不重 效果也不好 所以怎么办呢 所以特别指出来 这个病情轻的时候啊 你可不要太小瞧他 这个病人呢 他也不在意 你要非常要注意这点 做按摩勿势 按摩你该针刺那个须的 该针刺那个部位 不要撒手 同时要出针 把针拿起来 让病人看 你瞧你瞧 我使这个针给你扎针鸟 而且要说 我将伸之 我可要拿这个长针 要给你扎针了 这个什么作用 这是一种心理作用 这样一下呢 就冰人 哎呦 都这么扎针要刺了 要伸刺 他精神马上就集中回来 精神集中 医生的精神集中 病人的精神集中 才能有利于气血的运行啊 针刺下的效果才会好 所以说我将伸之 是起这么作用 但是毕竟病情很轻微 所以不能伸刺 所以是人必搁 是触到 触到病人这个体表的时候 必搁 必然改变 说真伸刺 不要真伸刺 实际还是浅测 因为病情轻微 所以是人必搁 这样的目的可以使得精气自伏 病人呢 呃 自己的精气 就很顺从 就不至于紊乱 精气自然就平复了 精气自伏 邪气散乱 精气自伏 针刺的效果好 可以使邪气散掉 无所修气 让邪气不能停留 休息就停留 不能停留在体内 气泻奏理啊 因为病在体表呢 奏理一散 邪气就出去了 真气乃相得 正气气学 真气是讲的气学 讲的正气 相得就合调了 邪气散去了 正气就合调了 你看这里头提到个真伺方法 非常重要的问题 暗示的问题 用暗示的方法使得病人精神集中 提高疗效的问题 好 现在就讲到这里 下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